想都想不到让人吓坏了 网路上出现这样一个惊险的影片 疑似是在国外的游乐园 这位幼童承坐类似大怒神的孩童游乐设施 但疑似年纪太小又太害怕 居然差点从高空中掉下来 好 错过画面你可以看到 小朋友吓到精神尖叫登场大哭 因为小小的身体就挂在 这个游乐设施的座椅上头摇摇晃晃 旁边的工作人员赶快来上前 接到这个受到惊涨的幼童 而这起离谱的案件 疑似就发生在国外的游乐园 影片上传了脸书 引发不守网友痛踢说家长真的太粗心 居然让这么小的孩子来乘坐危险设施 而座椅跟安全带根本是扣不住孩童的 非常容易就发生了意外